简介 手肘是一个复杂的关节 它的功能是作为前臂杠杆系统中的支点 并且负责把手放置于适当的位置 临床医师必须详细地了解关节的生物力学 以有效的治疗 影响手肘关节的病理状态 解剖学 手肘关节复合体进行两种运动 区区伸展运动和旋前旋后运动 公骨齿骨和公骨绕骨关节 使手肘可以区区及伸展 被归类为枢纽关节 近侧的绕骨关节使得前臂得以旋前旋后 被归类为车肘旋转关节 整体而言 手肘关节复合体是一个滑车枢纽关节 在远侧 公骨的滑车与小头连线 内翻3到8度 又相对公骨纵轴外翻94到98度 远侧公骨沿着公骨长轴的方向向前呈30度角 持骨关节面相对于骨干纵轴以4到7度外翻 远侧公骨被分为中间柱及侧面柱 两柱中止于远端 与滑车相连 中间柱以45度从公骨盖分叉 并在靠近滑车远端约1厘米处停止 中间柱远端三分之一处 是由海绵骨组成 呈卵圆形 相当于内上科 远端公骨的外柱与内柱在相同平面 以20度分叉且中止于小头 公骨形似线轴 由中间唇及外侧唇构成 介于中间的钩 与近端持骨的半月切剂形成关节 滑车的关节面 被呈330度的弧形透明软骨所包裹 小头由近乎完美的半圆形构成 被约成180度的弧形透明软骨所包裹 尺骨的关节面相对于它的长轴 由后转30度 这与远端公骨向前转30度相符合 此构造在这关节完全伸直时 提供稳定度 大蚁状切剂的关节软骨的弧度 为180度 但在其中间段通常是不连续的 在超过90%的人口中 这个区域只有脂肪及纤维组织构成 此解剖结构特征 解释了此部位亦发生骨折的倾向 因为此部位的大蚁状切剂 并没有更强壮的软骨下骨支持 绕骨镜从前后平面的长轴 到二头肌结结 所构成的角度为15度 五分之四的绕骨前端 被透明软骨所覆盖 前外侧的五分之一 则缺少关节软骨 与强壮的软骨下骨 解释此部位发生骨折的倾向 比其他部位大为提高 运动学 手肘的区区急伸展 发生在齿弓关节和饶弓关节 区区急伸展运动的正常范围 为0度到146度 作用范围为30到130度 前臂的旋前旋后平均为 旋前71度旋后81度 当手肘区区时 旋后的最大角度增加 而旋前的最大角度减少 大部分的动作可以在50度旋前 到50度旋后的作用范围中完成 临床上 病患能够忍受 区区软缩到30度 与前处的作用范围只符合 区区软缩大于30度 与显著的运动丧失疾病相关 区区软缩大于30度时 在空间中向前伸的能力 会大量且快速地失去 数位研究者已经显示出 区区伸直的旋转轴 在滑车中心 自想法制时 手肘区区为单轴枢纽的论点 另一方面 发现手肘区区时 旋转轴位置会跟着改变 显示旋转轴通过 由滑车切记底部 与小头末梢构成的 向心弧中心 它也指出 在区区伸直时的关节表面 运动主要为滑动 在区区伸直的极限时 区区与伸直运动 最后的5到10度 旋转轴改变 滑叶滑动的关节动作 变成滚动 滚动在区区与伸直的极限时发生 冠状突与弓骨冠状窝底接触 鹰嘴与鹰嘴窝接触 除此之外 肢骨内在轴旋转 发生于区区早期 右外在轴旋转发生于区区晚期 显示手肘并不完全为单纯的枢纽关节 总体而言 有证据显示 手肘在区区伸直运动时 旋转中心位置会改变 且作为松弛而非纯粹的枢纽关节 尽管研究者的发现有许多不同的结果 表示关节旋转中心的偏差极小 且报告中结果的不同 大概是由于实验设计的限制 所以除了在极限区区和伸缩运动 齿空关节可以被视为单轴关节的移动 区区伸展 旋转轴有固定的点状轨迹 最宽处为2-3毫米 从外側面看 位于划车与宫古小头的中心 近乎是一条直线 穿过外上科与划车 而后经过内上科前下方 在手肘关节置换过程 和置入穿过轴关节的 外在枢纽固定器时 这些因素应纳入考量 旋前与旋后发生在 绕弓关节与近端绕齿关节 当前臂绕着纵轴旋转 纵轴穿过小头中心 绕骨头与远端齿骨关节面 这轴相对于绕骨和齿骨的解剖轴是倾斜的 在旋前旋后运动中 绕骨头在环状韧带内旋转 远端绕骨绕着远端齿骨 呈锥状弧形旋转 研究在近端与远端 绕齿关节的顺时旋转中心 当前臂做各个角度 旋前与旋后运动 他们发现近端的顺时旋转中心 随着绕骨头 在不同个体中取力的不同而改变 研究旋前与旋后运动 对于齿骨位置的影响 发现当前臂在手肘 完全伸直时旋转 齿骨上并没有明显的 轴向旋转或外翻偏移 表示齿骨的内轴旋转 与旋前运动同时发生 而外轴旋转与旋后运动同时发生 远端绕骨和齿骨 绕着旋前旋后轴旋转时 齿骨的旋转弧度 明显比绕骨的旋转弧度小 表示旋前与旋后运动前臂的轴 几乎是恒定的 且不受环状韧带被切断的影响 显示有些远端齿骨 内偏及外翻的动作 伴随着在一轴向旋转 这轴从绕骨头延伸通过食指 显示近端绕骨随着前臂旋前移动 此观点已受到在手肘关节径减法的观察 和福等人的体外 生物动力学研究的支持 它们显示绕骨的近端位移 会因为手臂旋后而减少 它们亦证明 当手肘从零度区区至90度 近端位移会减少 除此之外 因绕骨头呈卵圆形 它们的旋转轴在旋前时外移2毫米 允许绕骨结构内侧旋转的空间 提鞋脚 手肘完全伸展时 至外翻位置被广泛地称为提鞋脚 提鞋脚定义为在前后向AP平面 手臂伸直时 特长持骨与弓骨解剖轴间的角度 或单纯手臂伸直时 持骨相对弓骨的方向 反之亦然 小孩的提鞋脚比大人小 女性比男性大 个别平均外翻10度和13度 两者分布范围皆很广泛 报告提鞋脚随年龄逐渐增加 但男女的增加率和提鞋脚度 没有统计上的差异性 发现提鞋脚的增长是手肘 非创伤性持骨神经性疾病的 一个独立风险因子 关于手肘趋趋时 提鞋脚的改变有争议 指出此争议源于 使用不同参考系统来判定提鞋脚 他们指出 当提鞋脚被定义为 在包含弓骨的平面上 弓骨与持骨长肘形成的角度 或反直亦然的情况 提鞋脚随着趋趋的改变很小 但若提鞋脚被定义为 持骨相对于弓骨的外展内收脚 用油拉脚来描述手臂动作 提鞋脚会随着关节在最大区区时 变成内翻而减少 肘部的稳定度 手肘的外翻力主要受到 内侧腹刃带前带的阻止 MCL MCL复合体包含前束 后束和横刃带 正中前臂旋转 比旋前和旋后造成更大的 外翻松弛 其他作者显示和旋后相比 旋前的松弛度增加 MCL前束在伸展时绷紧 而后束在区区时紧缩 此现象使用于内侧夫人代附合体 并非源于手肘旋转轴的中心 MCL的前带 源自远端弓骨内上颗下表面 中止于鹰嘴吐的内缘 因为完整的前带 揉骨头不需对外翻压力 提供额外明显的阻力 然而若有切断或中断的前带 绕骨头成为对外翻压力时的主要约束力 强调在MCL完整时 其身为手肘第二稳定者的重要性 尽管研究显示 绕骨头的刺激外翻稳定效应 许多研究者指出在绕骨头切除后 外翻松弛增加 然而这似乎不会造成临床上的失能 稳定度可以借由绕骨头的关节形成术 复原到近乎自然的程度 但只有在复人代完整的情况下 丢制的动作显现 MCL在一般功能性活动的角色 由于丢制动作的静止 而重复失于手肘上的外翻压力 棒球投手处于MCL受伤的风险 最近的研究指出 手肘外翻扭力的增加 与晚期居干旋转 肩膀外转减少 和手肘区区增加有关 选择性韧带横切的研究 显示伸直时 抵抗外翻压力的阻力 由MCL关节囊和关节平均分配 在区区时 对外翻压力的主要阻力是MCL 在伸直时 手肘关节提供大部分 对外翻压力的阻力 其次是前关节囊 显示在超过50% 冠状凸被移除后 对内侧偏移的阻力下降 尤其是在手肘区区角度较小时 在肘部的恐怖三连针中 手肘脱臼 腹刃带复合体 绕股头 冠状凸受损 相同受试群体显示 LCL腹刃带 修复和绕股头 致患 无法克服 因75%冠状凸缺失造成的外翻不稳定 在区区时 手肘关节认为 对内偏压力的主要阻力 接下来分别为前关节囊和LCL 其LCL仅贡献9% 手肘伸直主要被MCL的前关节囊和前束所限制 切除阴嘴图脂肪垫 以显示出 可以提供额外5度的伸展 此外 研究显示 连续移除25%到100%的阴嘴图 使指宫关节稳定度 几乎呈线性减少 更近期的研究专注在 过度外翻伸展的治疗 与后续的骨堆生成 表示MCL的前束拉伤 会随着鹰嘴切除超过3毫米而增加 在切除9毫米后 更加显著地增加 相反的 研究发现 切除12毫米鹰嘴 不会造成MCL拉伤明显增加 虽然研究间方法的差异 造成直接比较的困难 除了手肘的静态韧带是稳定者 在手肘内侧的曲肌 旋前肌已经显示 对动态外翻稳定度 有所贡献 许多研究者发现 尺色趋腕肌 为最显著的稳定者 极有产生显著的内翻力矩 保护与降低 MCL的承重 相对的 显示 趋直浅肌 比其他趋肌 旋前肌 更能够减少 外翻的角度 报告指出 当前臂在旋后位置时 尽管MCL 贡献外翻的稳定度 超过两倍 肘内侧肌肉组织 更能够影响 手肘的稳定度 LCL复合体 包含 绕侧 敷韧带 源于外上科 并指于 环状韧带 齿色外侧 敷韧带 源于外上科 并通过 环状韧带表面 指于持骨的 旋后脊上 以及 外侧 敷韧带 LCL复合体 起源于 肘旋转轴的中心 能够解释它在 区区 伸展弧上 长度不变 虽然研究显示 对外翻稳定度 LCL复合体 竟提供 微角的贡献 其他研究者 指出在 强迫内偏和 外部旋转 LCL复合体 为指宫关节 重要的 稳定者 当 绕色 敷韧带 和外侧 敷韧带 被切除时 内偏松弛 并没有增加 这外侧 肌肉组织 依促进 内偏 稳定度 尤其在 前臂 旋前时 研究者描述 手肘的 后外侧 旋转 不稳定度 实验 当尺骨 对 弓骨 悬后 绕骨 会在 后外侧 方向 发生 脱臼的 情况 有研究 显示 手肘 可能在 MCL 完整的 情况下 向后外侧 或 后侧 脱臼 这可能 与 外翻 与 外转 在 肘关节 沉重时 一起 发生 外侧 指侧 复韧带 是 手肘 后外侧 旋转 不稳定度 的 主要 限制 其次为 饶色 敷韧带 和 关节 囊 也指出 手肘 关节中的 固有 关节内 负压 对于 内偏 和旋转 压力 有小而 显著的 影响 限制 被动 区区的 构造 包含 关节 囊 三头肌 冠状 秃突 和 饶骨头 限制 手肘 伸展 的 构造 包含 鹰嘴 和 MCL 的 前代 在 旋前 旋后 的 被动 阻力 大部分 是 伸展 接抗 机群 提供 而非 韧带 构造 其他研究 也显示 方韧带 在 前臂 旋转 提供 限制 前臂的 纵向 稳定度 由 骨肩膜 和 三角 纤维 软骨 提供 研究 显示 如果 明显 近侧 移动 仅发生于 约8%的 骨肩膜 被切除后 证明 骨肩膜 随着 前臂 旋后 骨肩膜 僵硬度 增加 并指出 三角 前臂 软骨 复合体 负责 8%的 前臂 纵向 僵硬 而骨肩膜 中间带 提供 71% 显示 不论区区角度 骨肩膜 在 旋后 运动中 从 绕骨 到 持骨 转移的 力量 比从 旋前 或 正中 移动为 0.4毫米 若加上 切除骨肩膜 进侧 绕色移动 增加至 4.4毫米 绕骨头 切除结合 三角形 前微软骨 复合体 TFCC 切除造成 2.2毫米的 进侧 绕色移动 绕骨头 切除 骨肩膜 切除和 TFCC的 切除组合 可造成 进侧 绕色移动 最大 增加至 16.8毫米 冠状突 也在纵向的 稳定性中 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其显示 能够防止 齿骨 向后侧移位 当多于50%的 绕突 在体外 被切除 手肘在 遇到 轴向 承重时 更容易移位 尤其当 手肘 区区角度 为60度 或更多时 运动力学 手肘最主要的 屈肌 为 攻击 起始于 攻骨前侧 并指于 进侧持骨的前侧 攻二头肌 发源于 来自 鱼上节节的 长头韧带 与来自 肩甲骨的 绘突的 短头韧带 至于 绕骨上的 二头肌节节 前臂 在悬后位置 或正中位置 曲曲时 攻二头肌 是主动肌 攻绕肌 即使于 远端 攻骨外侧 三分之二 至于 绕骨远侧 近绕骨 净突处 在手肘 快速曲曲时 和或 举起重物时的 缓慢曲曲运动中 是主动肌 攻二头肌 攻肌 攻绕肌 和绕策 万身肌 是手肘 主要的 曲肌 虽然 攻二头肌 可能在 快速运动 计划中 优先使用 但攻肌 拥有 最大的 工作能力 攻三头肌 是手肘 最主要的 身肌 由三个 个别的 头 所组成 长头 起源于 鱼下节节 而内侧头 和外侧头 起源于 弓骨 后侧 三个头 聚集起来 形成一个 肌腱 指于 齿骨的 鹰嘴 凸上 内侧头 是主要的 伸头 外侧头 和长头 作为储备用 肘肌 起源于 远端 弓骨 后外侧 指于 近端 齿骨 后外侧 在伸展时 也很活跃 这条肌肉 在起始于 维持伸展动作时 是活跃的 但弓三头肌 肘肌 和 齿侧 腕曲肌 在伸展时 是活跃的 但弓三头肌 比起其他 手肘伸肌 拥有最大的 工作能力 参与 前臂 旋后的肌肉 包含 旋后肌 弓二头肌 和手腕 屈手指的 外上科 身肌 参与 旋后的主要肌肉 为 弓二头肌 弓二头肌 在前臂 于旋前位置时 比在旋后位置时 产生四倍的扭力 旋后肌 发源于 肱骨的外侧上科 与齿骨 近外侧 至于 旋后位置的近端 绕骨的前侧 参与旋前的肌肉 包括旋前方肌 和旋前圆肌 旋前方肌 和旋前圆肌 在整个旋转的过程中 都是活跃的 在前臂 于正中位置时 最有效率 旋前方肌 起源于 远端持骨的掌侧 在位于 旋后位置的 绕骨的远端 外侧 并指于 位于旋后位置的 绕骨远端 与外侧 旋前圆肌 所在位置 靠近近端 起源于 肱骨内上科 并插在 位于旋后位置的 绕骨的骨干 中段外侧 旋前方肌 不论其位置 为前臂主要的 旋前肌 旋前圆肌 为次要的旋前肌 当需要快速地旋前 或在抵抗旋前时 收缩 案例13-1 肘部骨折脱位 一名16岁男性体操选手 衰落时 手臂呈外伸姿势 造成肘部复合体 异常负荷 在衰落过程中 肘向负荷 造成 绕骨头骨折 改变了 绕骨 肱骨小头关节的 一致性 和手肘的稳定度 关节不稳定 由后外侧脱位造成 肢骨悬后 到肱骨上 绕骨头 向后外侧脱位 外侧齿腹韧带 绕侧腹韧带 和关节囊受伤 这些异常导致 关节内压力增加 稳定度和正常 关节协调性丧失 必须实行手术 来修复关节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 在一个研究 正常个体手肘力量 的研究中 旋后力量已经显示出 比旋前力量 大20%到30% 与肌肉横截面的 面积和力壁一致 持续力比伸展力 大30% 最后 在手肘力量测试中 男性的力量 始终比女性 强40% 积电图 EMG 对确定手肘肌肉 在日常活动中 和特殊任务中的 贡献度 是很有帮助的 当前臂悬前时 宫儿头肌 在手肘区区期间 只有一点点的活动 然而 宫肌运动 并不受到 前臂趋区时的 旋转所影响 宫儿肌 在趋区时 也很活跃 其收缩在前臂 于正中 或旋前位时 会被强化 EMG数据说明 当宫儿头肌的 外色头和长头 作为手肘伸展时的 次要生机时 宫儿头肌的内色头 和肘肌 处于活跃状态 从EMG数据中 归纳出以下四点 一 宫儿头肌在前臂 完全旋前时 通常比较不活跃 比起其身为旋前机 较为次要 二 宫肌在整个区区运动中 都很活跃 被认为是 区区运动中的主力 三 由于千张反射 当手肘区区增加时 宫儿头肌的 机电活动增加 四 肘肌在任何位置 都很活跃 并且被认为是 一个动态关节稳定器 肘肌关节力 证明在大体的 完整前臂 43%的纵向力 被传送至 通过齿弓关节 其余的57% 被传送通过 绕股脚头关节 正是手肘关节的 压缩力为伸直的手 所能够举起的 物重的八倍 在吃力的举重过程中 齿弓关节的合力范围 为体重的一倍到三倍 当主关节背伸展时 冠状突承受 60%的总压缩力 预计由 饶骨头转移力量 在区区零度 到30度时 为最佳 而旋前时 会比旋后时 来得更好 在伸展时 是与 饶骨头的力量 从中位旋转的 23% 减少至 完全旋后的 6% 这是由于 饶骨相对于 持骨的 螺旋回反机制 所致 伴随 旋前时 发生的 近侧移动 和旋后时 发生的 远侧移动 正如先前所提过的 饶骨头 在饶骨小头 关节承受负荷 在饶骨头 完好的情况下 对三角轻微 软骨复合体 TFCC 和骨肩膜的干扰 并不会造成 近端饶齿移动 由于骨折 或饶骨头切除 造成饶骨头缺湿 且并发 TFCC 和骨肩膜 受到干扰 会造成 饶骨的 近端移动 肘关节所产生的 力量 在曲曲运动 起始时 是最大的 曲曲力的增加 和手肘力量的减少 在手臂曲曲成 90度时可见 正是因为 肘关节曲机 来自于 曲曲力臂 加长 所改善的 机械优势 有趣的是 在整个曲曲 伸直过程中 走合力向量 方向的变化 超过了180度 临床上 当骨股远端 骨折 考虑内固定时 或是 全关节置换时 合力向量的变化 应该要 列入考量 在手肘曲曲的过程中 当冠状突 发生接触时 齿骨 会向后移动 投球动作中 完成动作期 手肘被迫伸直 已有研究指出 常做过头运动的选手 其应嘴突 撞击鹰嘴窝 这样的撞击 可能造成 鼓坠在鹰嘴窝 尖端生成 在套定活动时 肘裤产生的力 可达体重的三倍 运用三维生物力学分析 发现在穿衣和吃饭时 肘的反作用力 为300牛 从座椅 占起反作用力 为1700牛 拉桌子 1900牛 几乎都是体重的三倍 关节面力 手肘有 四个接触面 两个 胃在鹰嘴 两个胃在冠状突 胸骨和尺骨的接触面 随着手肘 由伸展到区区增加 除此之外 绕骨头 与胸骨小头的接触面 也随着伸展到区区而增加 在内翻 外翻 是与手肘附和时 证实 外翻 内翻的支点 位在 划车 外侧面的终点 手关节反作用力之计算 因为有数条肌肉 参与手肘的区区和伸直 为了估计 特定静态和动态的情况下 关节的反作用力 我们必须做一些简化的假设 在下述的静态例子中 共面力的简化 只有体图分析 被用来计算在 手上有或没有物体的情况下 区区时 手肘关节的反作用力 手肘区区成90度 公肌和公二头肌 是主要的手肘区肌 透过这些肌肉 的肌腱所产生的力量 与前臂的纵轴垂直 手肘关节旋转中心 和这些肌肉的肌腱 中指点之间的距离 M的力臂 大约为5厘米 前臂的质量2000克 产生相当于20牛的重力W W的力臂 及手肘的旋转中心 到前臂的中心点的距离 为13厘米 手中所拿的物体 产生的重量P 作用于离手肘关节的 旋转中心30厘米处 肌肉让手肘维持于 曲曲状态所需的力量 M可透过力矩的 横等式计算出来 横等式计算出后 即可再计算出 滑车窝G上的 关节反动力 当手上没有拿物体时 肌肉力量的计算结果为52牛 关节反动力为32牛 相较之下 当手拿一公斤重的物体时 距离手肘旋转中心 30厘米处产生10牛的重力P 所需的肌肉力量M 增加至112牛 关节反动力变成两倍以上 达82牛 由此可知 对手施加微小的负荷 便会显著增加 肘关节的反动力 当手肘伸直时 也可以做关节反动力的估算 在案例中 手肘区区维持在90度 让前臂放置于头上 并与地面平行 在这个姿势下 手肘伸直用于抵消前臂的重力 攻三头肌是主要的伸直 且透过这条肌肉的肌腱 产生的力量 与前臂的纵轴呈垂直 因此 三个作用在手肘上的主要共面力 包含手臂重量产生的力 W 施加在 攻三头肌肌腱的牵张力M 和作用在 持股的滑车窝上的 关节反动力G 手肘旋转中心和 攻三头肌肌腱 中指点之间的距离 M的力臂 大约为3厘米 M和G也横等式进行计算 相对于 区区时产生的32牛 手肘在伸展时的 关节反动力为107牛 关节作用力超过 三倍的增加量 可以从手肘 伸肌的力臂3厘米 比区肌的力臂5厘米 要短获得解释 所以 前臂与伸展的位置 需要更强大的肌力 87牛相对于 52牛来维持 造成关节反动力增强 计算栏 13-1 关节反动力 手肘屈曲 无论手中 有没有物体 在手肘屈曲时 手肘关节的反动力 能够以 共面力的简化 自由体图分析 和力矩 与力的横等式 在手肘关节上 作用力为0 来计算 攻二头肌和攻击 是主要的手肘屈肌 从这些肌肉的肌腱 产生的力 M 作用在离关节旋转中心 5厘米处 空心圆 由前臂的重量 所产生的力 W为20牛 作用于旋转中心 13厘米处 手中持物 其重量所产生的力 P 作用于旋转中心 30厘米处 本章摘要 手肘关节复合体 包含三个关节 弓尺关节 弓绕关节 和近侧 绕齿关节 它允许两种类型的动作 区区 伸展 手肘运动范围 为区区伸展的 30度到130度 与旋前的50度 和旋后的50度 大部分的日常活动 都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完成 手肘区区 最宽处为2-3厚米 从外侧面看 似滑车 与公骨小头的中心 手肘的旋转中心 随着区区伸展而改变 因此它并非一个 单纯的 枢纽关节 手肘的提鞋角 被定义为 手肘呈完全伸展时 AP平面上 公骨 与持股解剖上的 轴之间的角度 平均范围 为外翻10度 到15度之间 手肘主要的 外翻压力 稳定器 为内侧敷人带的前速 绕骨头 则为次要稳定器 手肘关节 为对内翻压力的 主要限制 外侧持股敷人带 是手肘后外侧 持股旋转不稳定的 主要稳定器 手肘的主要曲肌 为公肌 而主要的身肌 为公三头肌 在启动 及维持曲曲时 手肌收缩 因此被认为 是动态的 关节稳定器 公二头肌 是主要的旋后肌 不论前臂的位置 或手肘曲曲的角度 旋前方肌 是前臂主要的旋前肌 在实行日常活动时 肘铺产生的力 可达体重的三倍